哈嘍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早上 不对大家中午好啊 可以看到呢 这现在是你加哥寒冷的房间 不对炎热的房间 因为我房间的那个空调的制冷 比较强劲 所以说 你调26 27都是比较冷的 不要在意我的拍摄角度 其实呢 本来今天我是要考试的 就是那个 英语的那个听说 听说考试啊 就是之前的听力嘛 因为深圳的那个中考有变了 所以说就 改成了那个听说 就是他会有人读 课文 然后读对话 然后你要 读出来那个选项 比如说ABCD 你就要念他的那个选项 好吧 解释能力为零 嗯 好的我们继续说 然后呢 我听就是我们的老师有说 那个 他的那个 就是题目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有人说他有分 四个时间吧 说 第一套会比 第四套简单很多 说第一套考完小伙伴都说 哇 这题好简单 然后第四套考完就说 哇 哇好难这样子 然后我好像是第二个吧 嗯 然而我仍然不知道周一 会是什么时候考 所以说静静的等着吧 嗯 啊对 然后不要吐槽我的发型 因为 就是刚起床的状态 对 纯纯的起床状态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是躺着的嘛 他就会 他就会 往后 你是躺着啊 然后他的头发就会 不要再有的拍摄角度 往上移一点 听说这样脸会变得很长 有吗 啊无所谓了 好像举着手好累 嗯就这样 嗯就是 你往后躺嘛 他头发就会往下倒 然后就 就就就就就炸起来了 我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所以说有时候上学 就是起床起晚了 就会 怎么说 就直接就 不顾心向的就跑去解笑 因为你 站着他就会往下坠嘛 这个怎么有一座呆毛 不管了 就就就就他往下坠嘛 他就会 踏下来了就会 对 然后嘞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嗯 怎么样呢 嗯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怎么办 那要不就这期就这样子吧 我们下周再见 好吧 嗯就这样 挺好的我觉得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下周再见 哇这个角度真的显得脸好长啊 两倍长 嗯不过没事就这样吧 好吧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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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